2024年9月29号过去一年的时间 全球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那么在各种武器装备中 核武器毫无疑问是最引人瞩目的 那么传统上面我们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 但是最近的形势让我们看到 那么我这一集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们中国才是真正拥有全世界最强核威射能力的国家 而美国跟俄罗斯只是吹牛而已 事实上的核力量真正能够形成威慑力的不如我们 或者再说的精细一点 俄罗斯极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 美国也是大概率在核威慑的这个角度来说不如我们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什么生化武器这之类 我们就不估计 不计算就核武器来说 那我们要用数据说话 不难关这个空口白牙体 那当然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俄罗斯 沙尔玛特发射了五次 其中四次失败了 美国的民兵去年 11月份发射也失败了 但是我们是成功的 就在一个星期不到之前 25号那天 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样本数据太小了 你就光用几次发射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上一次发射还是在1980年的时候 40多年前 那我们就要用核装备这个数据来说 根据公开的数据 像这个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那么他就有好几种数据流出来 比如说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他提过 就这美国跟俄罗斯 他这种高度戒备的核武器 都是1700枚的样子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核武器 它有存量 但是它不是在高度戒备状态下面 那都比1700枚要多一点 都是1900啊 2600枚啊 这之类的 然后总量啊 就这两者一相加 大概就是5000枚的样子 而且呢 24年比23年数量都出现了缩减 就是数量跟趋势 我们都要了解一下 那缩减什么呢 其实美国跟俄罗斯一直在削减 根据美国自己的意思 它已经削减了万枚的这种级别 再冷张子 这后期一直到现在啊 那么 其实俄罗斯应该说它削减的更多 那么我们再看核武器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不当生产成本极高 那个离心机啊 上千台离心机 巴不得天天转转转转转 把它的这个浓度 风度不断提升啊 越到后面难度越大 消耗极大的电力 而且离心泵 这种维护成本 因为它安全系数一定要高 风度越高 安全系数一定要高 那么这整个过程是非常耗费能力物力的 最后还要维护 所以说很麻烦 因为它的安全性 必须要好 它不是一般的这种危险品 美术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也好 那苏联就不用说了 那像乌克兰它的主动放弃了核武器 去核化了 那么俄罗斯事实上 它国力削弱的非常的厉害 刚解体的时候 这个饭都吃不起 是石油价格 10年代的时候 这个前后的好些年上涨了 才缓过来的 那么这样的武器维护 其实对于很多执行的人来说 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自己家里都没米下锅 然后还要想着这么昂贵的设备 天天去维护 那么这个问题是在于说 你腐败的空间就很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平常不用的东西 真正要查到你的时候 世界已经毁灭了 对吧 谁还来管你 以前曾经发生过的腐败问题 对吧 而且世界大战还不知道哪一年打的 而且在90年代的时候 10年前后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美国做唯一的老大哥 这种安全形势太好不过了 谁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你这个拨款 一方面大幅削减 还有一方面 你拨外去到底有几个人搞这个事情 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俄罗斯 美国也是这样子 而且美国也很强烈吹牛的这种情绪 你想一下 十几艘航空母舰 确实有威慑力 几百个军事基地 那是要烧钱的 核武器 我只要报个数字就可以了 对不对 烧不烧钱吗 我自己知道 而且你拨款的人是这么想的 底下执行人刚刚说了 也是这么想的 那下来了之后 那往自己兜里搞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 不断的削减 好 那关键是什么 我们中国肯定是排第三 这毫无疑问了 那么我们是说 400枚 从23年到24年就变成了500年 500枚 一年的时间涨100枚 然后我们的这个可用数值 不是多少枚 而是24小时H 就是24小时带 随时战备 就是我们是采用比较模糊的 这个状态 它的4500其实是根据估测 就是我们的核武器是承诺不首先使用 我们也不炒作这个我们有多少 因为我都不首先使用了 我说我有多没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是强调一下核反击 有这样的能力威慑 对吧 所以也没有必要公布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逻辑链 所以我们跟西方的核威慑 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采取不是他们那种模式 那么其他的核国家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只是想特别强调 以色列也有核武器 它的核武器数量可能接近百枚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它是翘摸摸有的 这世界本来伊朗也想翘摸摸有 但是美国严厉制裁 包括以色列当时用阵网的网络病毒 把它的上千台的这种离心机 提高油浓度 油风度的离心机 造成物理性的损害 那这也是给中东的这个局势 带来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那说回来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枚呢 有人说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两三千枚 这可能性应该也很低 因为这个油是核武器 原子弹的相当的一部分 对吧 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平的框 我们国内特别是不是很多 要从海外进口的多 而且呢这个提纯的难度 就时间周期其实是很长 你想想它从一个很低很低 百分之零点几这种级别的 已经是风度极高的 然后慢慢的提到90%以上 那很多人说清淡 清淡确实 这可以烙开油 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因为清淡的引爆本身也需要这个核 这个油的核原子弹 那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核的承诺 既然说不是那种像美国俄罗斯这种 那就不是像他这种 所以我个人估计呢 500到1000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国家最顶级的机面 我们当然只能是说聊天 就是这么说 好那说到这里 我们都只用了一个方向的数据 我们还要多找参考几个数据 一个是俄罗斯啊 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就是它的卫星社 7月20号报道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安全管理局称 2023年9月份 美国的核武库共有3700枚核张 这个说法跟刚才我们那个就比较接近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 我看到的是这个环球时报新媒体 他引用的 也是斯德哥摩合并研究所 但他说的是高度戒备的状态 有2100枚 全球范围内 所以他用的这种字眼是不一样的 高度戒备应该是说随时可以发射 2100枚 中美俄包括其他所有全部加强 这就比我们刚才说的美国跟俄罗斯 他前面一说一家都 俄罗斯都1700枚 那还是按少的说 所以我们说事实上这个世界可以真正发射的 应该就是在2100以内 因为这个核确实可以考虑第二波核打击能力 但是你第二波已经是很低限度的这种仿制了 你第一波打出去之后 你不会说我这个时候把那些正在沉睡中的核设备拿出来 开始唤醒状态吧 第二波根本没这个能力 你只能第二波从核潜艇 张力核潜艇从海底浮上来 这叫第二波防击能力 你还从工厂再从80%提到90% 你还猴年马月 我们就按这个2100枚的这个角度大致算 那么我没看到它具体 它是怎么分配这2100枚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的500枚 就哪怕用他们的数据 应该说也是处在一个最高活跃状态的 是全面用了这2100的这个名额的 而美国和俄罗斯的话可能只能是勉强 是真正说能够处在一个高度活跃 高度活跃就是美国去年发的那个民兵 包括今年俄罗斯发的这个萨尔玛特 这个都可以称之为高度活跃 他不可能拿沉睡的拿出来发 那一定是什么 他最有把握的拿出来发了 一定属于是2100 但他们失败了 他们失败了 这就是说什么 事实上根据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的平均加起来这2000亿可以发射的 他的失败平均一下来说 只有一千枚不到 可以真正能够起到效果 是有作用的 而如果我们自己的话 根据我们的状态 因为我们的数量比别人少得多 那么我们应该说精心维护的可能性就极大 要证据 证据就是几天前我们发射成功了 所以说事实的情况是 全球平均来说应该只有一千枚不到的 是真正最高度活跃的 一千枚左右 而且能够就是发射成功 在敌方 敌对手没有出现干扰的情况下 能够发射成功 一千枚不到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三十马赫 末端 我们终端可以采取机动 蛇形 前学生弹道 那么 基本上没有拦截的可能 那么 俄罗斯 他有匕首 有告示 应该说他这个高超音速 也比较成熟 也比较难拦截 那么美国按理说 他核弹头数量是比我们多 应该说是这样 因为他国力过去 他九十年代 两千年肯定还能够维护 再少预算 那肯定当时比俄罗斯强 比我们应该也是强一点 我们最近这十几年 确实国力各方面的覆盖很厉害 但是在两千年前后 应该跟美国有差距 那么 他的核弹头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载具不如我们强大 那就是说 会被我们拦截 但是他拦截不了我们的 也拦截不了俄罗斯的 当然 所以我们这么一算 应该说我们的核威射能力 是最强的 我们主体部分聊完了 那再补充一些 我们在一两个月前也聊过一次 核武器到底有多少可以用 我们这次进一步分析 其实比上一次的更深一步 就是这核武器 比想象中的杀伤力要小一些 小一个数量级 所谓的以前说的这种 核寒冬啊 全能力完全灭绝啊 这些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了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 这仍然是极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大规模的不足以形容它 仍然是我们人类要极力去避免的 但是根据我们刚才的这种测算 如果加上这种反 反击啊 就是这栏极啊 那么应该说真正能够在核战中 成功引爆的 应该是低于1000枚的 甚至有可能是远低于1000枚 因为这里面刚提到是核弹头的数量 它的很多是V型的 V小型的也计算在内 那它的当量其实不大 你像这原来的这种 日本那个叫小男孩吧 那么它的当量这种小几万吨 那么它在当前的这种框架简历结构啊 就是我们说干净混凝土这种建筑下面 其实躲在地下室 基本上可以比较好的回避了 因为它那个当时是什么木质结构 木质的像风一样就被吹走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适当的掩体下面 还不需要多牛逼的 那就是普通人 哪怕是商操我们自己这个一般的楼道 哪怕是你在这种桶子楼 人家躲在这个卫生间中间角落 甚至情况都要大幅度的好转 这个可能寿命会受到核污染啊 其他方面的这种食物啊 社会协作降低的这种影响 但不是那种说那种可怕的风险 还有我们刚才说 这个核弹头数量事实上呢 它一枚可能要携带好多 比如战略级的 它可能一枚要携带十个核弹头 对吧 那这些按数量说 它都算在内来 那你拦截的话 一口气可能就拦截了这么多 当然那是美国会被拦截 我们他们就拦截不了 我还想到一个 刚才忘了补充 说这个我们核威慑最强 其实还有第三波的核反击能力 因为传统一张论文 第二波应该是从海基这出来的吧 那就是空机空天 因为我们现在在太空的能力 注意我的表述 就是我们的独立性跟实力是最强的 这两个词要加起来一块用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确实空天技术也不错 但是他们俩是合作型的 那么在搞核武器这些方面 可能就不一定有那个实力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搞自己的 搞核武器什么的 没跟别人那么多合作 像我们空天战 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当然这方面 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或者信息什么 所以我刚才就没直接说 但这里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除了海基之外 实际上空天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实力呢 就算以前没有 现在是不是可以发展一下呢 对吧 那时候第三波核防机 那就厉害了 这方面其实美国以前设想过 他搞一个什么叫上帝之战 说天空上搞一根牵棒 掉下来就可以砸得很厉害 什么之类的 事实上后面经过测试 没他吹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没啥效果 其实核武器很多方面 这里的竞争 我们应该说都是比较用心的 这一个相当的因素 就是我们的购买力 我们的凝聚力 很多方面还是比美国要强一些 你说这维护了这个成本 那美国的这个 可能是我们的10倍 甚至更高 这还有一个开刹的方向 美国可能他还会发展 其他方面的东西 比如生化武器 说当然这个根据现代情况 我们说不能用这个东西 核武器我们得要想办法 把它给灭掉 对吧 但是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确实都会 对不对 那么美国的在这方面的积累 其实是很深厚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他往那个方向上去发展 这也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的话 现代这种社会 包括我们看到前段时间 电子产品的爆炸 能够达到类似核武器 这种效果的办法 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说的是 从核武器的角度来说 这是20世纪最大的杀伤性武器 那现在21世纪过去了20多年 我们中国应该讲威慎能力最强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要去承受这 也不意味着美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办法 产生这种极大规模杀伤能力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是利益 还是得协商 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妥协 一个商讨的框架体系里面来 如果说都玩狠的话 那么不仅仅是说这个世界武藏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 他哪怕是说只要有一个生物实验室 或者说有一两枚两三枚核弹 就有可能触发这种链式的反应 那么这对我们威胁都是很大的 而且随着这个世界技术的前进 其实像枪支啊这种很多这种广子 到末期慢慢就越来越没用 因为技术普及的太快了 技术成长的太快了 拥有这种类似的能力 他会不断的下放 不断的会这个能够产生这种类似的效果 所以我们也是说各方面 我们人类这个分配机制 都要往更加均衡一点的方向上走 特别是现在美国主导的这种利益分配模式 一定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发展 你像过去才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时间 我相信在生物技术上面 很多方面的这种能力 造成接近类似核武器这种量级的 已经是吧 大大超过了当时核武器 拥有那大几十年 唯一这么一个极大规模杀伤的能力了 所以我再也给补一句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全球性的 或者各个角度你说的这种利益固化 其实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他最终还是要有变 因为体系他很多就是相生相克的 没有说什么绝对是什么一家 说了算什么这种 你说你美国就 你就算你有生物有核有各方面 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大家其他人的成长 大家也都容易有也都会有 你怎么完全是你说了算 这个不行 这个是这种局面是会变化的 好那这个片段我们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就看到了